騎著機車才剛停下車 腳一踩將機車立中駐 不了下一秒 一旁名車勞斯萊斯 駕駛一下往前 一下又倒退路 這一前一後 車門去撞到機車 沒想到報警卻 撞互相道歉 也希望互相道歉 就是他們不要覺得 是我跟他們 說是道歉沒問題 但整個過程 早撞騎士的母親 在臉書上痛批 肇事的駕駛 撞車在先還標罵騎士 甚至痛斥女子 是要炸他的錢 不斷喊著一萬夠不夠 還說自己認識當地員警 沒想到警方到場卻是 騎士的母親 指控席事寧人的辦案過程 完全沒有教育孩子的效果 剛好停好車要拉那個中度 老實在是剛好轉進來 然後剛好就稍微碰到一下 是一個男駕駛 阿姨在一模 女騎士跟那個 老實在是的車 那個女主人 他們就互相對不起而已 肇事的54歲 王姓男子擺架子 抬出警方 如此的辦案 警方遭到指控 這樣回應 我們到現場 他們雙方單字人是說 他們要自行和諧 說他認識警察 還要跟警察 這種不了解 因為我們是不認識車主這樣 駕駛這技術撞人 在先還提出警方 指控對方炸彩 心疼女兒的母親 臉書發文 網友一面倒 痛批駕駛太誇張 新年事務會長 終身體重報導